它已經快要熟了 所以它有這種香酥 它都吹出來的聲音出來 這是台灣網購史上最火紅的點心 紅通通的新鮮小辣椒 在溫暖油鍋裡 炸出一整片耀眼酥脆火海 小辣椒從調味配菜 變成卡拉卡拉零食餅乾 當初只用2萬元創業 開業12年來 逼近1元營收 背後老闆就是38歲 的李維成 獲選今年的十大傑出女青年 泡菜一個月就有三五萬 然後可是就是 當後來就是這個在賣的時候 一個月可以賣到一二十萬 單月最高就是衝到三百多萬 李哲莉落短髮 連名字都很忠信 從小被阿嬤帶大的李維成 因為一句話決心要創業 阿嬤以前就有說 他就說就是 你還年輕你不是 然後等到五六十歲的時候 你要拿什麼去跟人家競爭 沒有錯你五六十歲的時候 可能有累積了比較多的經驗 可是會變成就是經不起跌倒 眼淚不聽使喚 因為阿嬤就是她堅持下去的動力 號稱導電達人的她 到了五六甲店後 終於開發出辣椒餅乾 還搭上雙麒麟 鮮鹹甜甜又餅又辣 看似衝突卻意外好吃 本來想要買就是 自動化的油炸設備 可是自動化油炸設備 我後來沒有買的元素 我發現就是 它沒有辦法就是 打到我目前手工的 就是六成七成 我不想要就是因為 就是只是賺錢 然後而去就是忘記 甚至是對不起 請那麼多就是幫忙我的客人 曾因為忙整隻手縫了二十幾針 但李維成堅持用自己的雙手 做出讓客人滿意的味道 也才能翻出亮點營收 東森產電新聞綜合報導